那随着海军节的日益临近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的街头 海军元素也逐渐的多了起来 很多的青岛市民都表达了对海军节的期待 把这个军期整得板板正正的 看着也舒心 最近不少青岛市民在乘坐304路公交车时发现 车厢内满满的海军元素十分特别 原来装扮这辆海军节主题公交车的人 正是他的司机隋福衡 之所以对海军节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 是因为复原前他也曾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 海军的彩旗 一般就是搞重大节日 还有搞重大活动时都挂着的旗 隋福衡不仅在公交车内挂满了海军迎兵旗 还将一些特意找来的军舰资料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车厢里 以便乘客能够更多地了解海军知识 同时感受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很骄傲与喜悦 我们现在来到了青岛市的标志性景观 五四广场 那平时这里是当地老百姓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再过几天 海军节框架内的联合军业展示 文体交流等等多项活动 也将在这里一一展开 据了解 今年将有60多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参加本次海军节 届时除了隆重的越舰式 中外海军舰体开放日等活动 还将举行多国海军高层研讨会 目前会场的筹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可以感觉很自豪 因为国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在庆导举办 主要还是期待中国海军的风采 因为平时没有机会见到 从电视上 从网上看 中国海军越来越武器装备 越来越先进 越强大 作为一个青岛人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一个中国人也非常自豪 也欢迎世界各国的海军 来感受一下青岛海军城的特殊的城市魅力 这几天在青岛室内不少主要街道 都挂起了庆祝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 的彩旗以及迎接海军节的横幅 道路两旁和十字路口 也被特别设计的花坛和绿雕装得一新 据了解 仅劳山区就动用了140万盆鲜花 打造出人在花中走 竹在花中游的美景 借由20多种不同品种和颜色的花卉 凸显了海军 和平和海洋等特色主题 让不少游客大饱眼福 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花枪 都在树上 看得很漂亮 有很多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 所以这个周末看得很漂亮 我认为它会很美丽的观众 我们很期待看到所有的船 和谐海洋 和平世界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来迎接4月23号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 央视记者 青岛报道 好 确定